美瑞迪斯 哈囉大家好 我是看到機甲和美少女 覺得興奮的鋼彈模型製作家 千禍艾爾莎 今天這一集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位 非常裸露 露到直接見骨的新角色 就是全新系譜深海一鳴的 美瑞迪斯 幽蘭海騷、梅瑞迪斯 技能干擾型弱化輔助 藍色電池屬性的戰術類型角色 普攻對敵方單體造成傷害後 有 70% 的機率附加一回合的技能干擾 如果自身生命值低於 50% 技能干擾的附加機率也會提高到 100% 並且普攻後減少 2 技冷卻時間一回合 如果是在自身回合外 普攻則推進自身行動條 10% 2 技被動效果 當任意敵方目標回合結束時 如果自身的生命值低於 70% 則清除自身兩個減硬狀態 並賦予自身兩回合的隱膩 該效果每回合可觸發一次 當開場即自身回合結束時 賦予自身泡影效果 泡影持續時間內不會死亡 當受到攻擊後生命值為 1 時 則解除泡影狀態並恢復 20% 生命值 再使用普攻進行最佳攻擊 3 技對敵方全體造成傷害後 分別有 3 次 85% 的機率 對隨機目標延長全部技能一回合的冷卻時間 並對全體目標附加兩回合的不可強化 專屬武裝目前尚未推出 梅瑞迪斯的定位 基本上就是完全的 PVP 角 傷害方面沒有任何的特化 就是一般的坦克輔助的那種水準 主打的泡影效果 在每回合只會受到一次攻擊的情況下 是完全無敵 不會死亡的存在 可以用無限復活硬生生把怪磨死 但老實說也有點多此一舉 而且強效的技能干擾跟延長冷卻 在總力挑戰中也是完全無效的 所以梅瑞迪斯在 PVE 中 是沒有什麼發揮空間的 而在 PVP 場合中 梅瑞迪斯主要是以後手大招的方式 來延長敵人的技能冷卻 打亂對手的出招套路 那也因為梅瑞迪斯 自身無法打出決定性的傷害 所以只有在大招後 我方還有主力角色存活的時候 破壞敵方陣容才有意義 所以在目前魔法合戰為主流的環境中 即便依靠二技被動存活下來 成功打亂對手角色的CD 也沒辦法單靠自己處理後續的戰鬥 在常規的 4v4 演習中極其弱勢 需要等到後續像是 出雲、倉浦中角色推出 新型態的單點隊稱心之後 才會有懸用出場的可能性 再加上梅瑞迪斯身為深海計畫中 遊速最快的一式載體 自身只有106速的關係 必須要依靠敵人擊殺自己後 觸發泡影的非自身回合普攻 來推進行動條 才能在對手打完一輪之前 發動大招延長敵人CD 在可以選擇目標的防守中 很容易最後才出手 通常比較偏向於攻擊方使用 整體來說 梅瑞迪斯不但對策場合比較少 而且延長技能冷卻的目標隨機 機率也不太穩定 使用的門檻非常之高 在魔法合戰體系已經非常成熟的現在 真的是非常不得志 所以除非是真的非常喜歡梅瑞迪斯 不然即便是有在追求PVP的玩家 我個人也是沒有很推薦抽 再加上如果想要音質化尼歐的話 會建議至少要存240-360抽才會比較穩 那雖然距離音質化尼歐推出 應該還有好一段時間啦 但畢竟聚變抽卡難存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角色本身沒有到很喜歡的話 還是建議能省則省 把資源留下來抽老婆或抽牆角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 是梅瑞迪斯的簡介以及抽卡建議 希望對各位會有所幫助 那之後的新角色也會繼續推出抽卡建議 以及其他機動戰略劇本相關影片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 那明天晚上8點 我也會不定期的開各種遊戲實況 也歡迎各位一起來聊天 或是諮詢各種的問題 那麼我是槍愛爾莎 我們下部影片見